说到郭晶晶大家想必都不陌生 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在练习跳水 后来参加了2004年雅电奥运会的时候 一举拿下了跳水冠军 从那时开始 郭晶晶的名字就刻在了每个国人心中 被国人称为是跳水皇后 郭晶晶的豪门婚姻曾经遭受了很多人的质疑 但是呢现在谁都不用怀疑他和霍启刚是不是真爱了 但是因为他们的眼里充满了爱啊 郭晶晶的路人员是属于很好的那种类型 插着豪门的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过郭晶晶的一举一动都托射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郭晶晶第一年就为郭晶晶诞下了儿子郭晶晶 长孙媳妇的地位更是备受尊重 只是当时却有一部分人吐槽郭晶晶的儿子长得又老又丑 一切郭晶晶小时候看起来颜值确实不高 不过岁月永远是最好的整容刀 如今的郭晶晶可谓是非常帅气 头发甜甜的很可爱 郭晶晶完全遗传了郭家的基因 小时候居然撞脸曾祖父霍英东 如今越长越像爸爸霍启刚了 无论从眼神动作都和霍启刚极为相似 看完这高清的正脸照 那些吐槽霍金晶儿子丑的人应该深深打脸了吧 俗话说小时候越难看长大会变得很帅或者很漂亮哦